而指揮官陳時中宣布五大措施 再再需要警務人員的協助 那麼事實上警務人員 也的確處在高風險當中 因為他們有越來越多警察確診的案例 像是新北市刑大有傳出遠警確診 新門町派出所甚至被迫 差點就要關閉 還得緊急的調派 其他派出所人員來支援 台北市警局的督察室 也有公有確診了 那麼為了減少警方跟民眾近距離接觸 增加染疫的風險 接下來警方就不再用勸導囉 外出只要看到有這個不戴口罩 我們就直接開罰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配合 不要再造成遠警的負擔了